哈喽 这里是一直致力于发现评价 哈喽 我的周兄弟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是我非常期待的一期皮衣视频 那这个皮衣呢 我选择的是两件啊 它的价位呢 是100到200这个区间 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了啊 太便宜呢 味道会太大 太贵呢 我负担不起 所以今天呢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选择这两件皮衣到底怎么样吧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欢迎大家多分处 和一件三连五晚上开始本期视频内容 第一件呢 是我最近一直在穿同时非常喜欢的一件皮衣 这件皮衣的风格呢 就比较无性别一点啊 男女都OK 那它有两种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啊 因为是拼接的设计 所以颜色的区别呢 就在袖子这个地方 我个人买的是黑色配均绿色啊 它还有一个黑色配白色的 个人更推荐黑白配 因为真的非常的亮眼 那这件皮衣呢 整体是非常有美式复古的感觉 它超级好搭配 你需要外套的时候穿上它真的会马上不一样 它的材质呢 是超鲜皮料 就是超细纤维PU格成格 它有很好的耐磨性 良好的透气性 耐含性以及耐老化性啊 同时这种彩制呢 手感是非常细腻绵密的 既然皮衣你摸到它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想退货 因为它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在阳光下也有很好的光泽感 同时呢 它没有廉价的那个气味啊 因为这个皮衣气味难耐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它并没有 衣服左上角的刺胸呢 做的也是很有质感的啊 如果你今年想入手一件不太贵的皮衣的话 相信我请选择它 这件呢 我选择的是Elma 穿起来的效果是有一点点大的 所以它的版型呢 是有一点偏大的 下面这一件呢 是个短款的皮衣 这件就更加的酷一点 而且它只有黑色一个颜色可以选择 并且它要等很长时间 它的材质呢 就是普通的PU皮 拿到的话 说实话是有一点点的味道的啊 但如果你不凑得特别近的话 味道也不是很浓烈 放几天呢 这个味道就是会消失的 那它的皮质呢 相对于上一件来说的话 是有一点点硬度的啊 所以分量呢 也会比上一件重一点点 整体的设计呢 做的是非常帅的这个版型啊 背后呢 是有刺绣的 不会显得特别的脸颊啊 版型短的同时 袖子又是比较长的啊 我购买的是Elma嘛 是一个正好的效果 如果你喜欢大一点版型的话呢 请直接选择Elma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两件皮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赶快去入手吧 那我们就下周五准时再见 拜拜